我們大氣的研究是海和氣之間的界面 和海和海之間的界面 這兩個界面的雙湖之間的影響 就是陸地的一些污染物排放出來之後 如果吹到海洋的話 對海洋的大氣環境也有影響 然後海水裡面的成分上去到大氣 或者大氣的成分落不落海水 雙湖之間也有一個影響 這方面的理解對於氣候 或者其他大氣環境最終的作用是很有幫助的 我們在計劃的大氣環境監測站 類似於一個研究級別的觀察站點 在我們上的大灣區裡面 在東邊和北邊其實已經比較多 唯獨在大灣區的西邊 中山珠海和澳本這邊是比較少的 如果在我們澳大這邊有這個站點的話 就可以在整個大灣區裡面的不同的方圍 都有一些監測的數據 可以幫助了解整個區域的一些污染物傳輸 雙湖之間的影響的效果 我們在這邊建立一個監測站 也都會包含一些基本的污染物的參數 但同時我們也會增加去監測大氣污染物裡面 尤其是比較複雜的 原防粒子和揮發性有機密 了解到那些成分 剛才說的就是有兩個作用 第一個就是我們知道它是否有寒 另外一個它可以作為類似一個指紋 告訴我們是哪些排放來源 對我們澳門的大氣污染物貢獻是最高的 我們就可以制定一些政策去減排 或者去控制那些哪些來源 通過海洋中心把這些同事整合在一起的話 就可以有更多這些學科交叉的特性 因為海洋科學本身就是一個高度交叉的學科 我們需要知道裡面的生物、化學、物理的過程是怎樣 甚至可能是一些工程的方式去解決一些運氣問題